大家好,欢迎回到《军功开幕》 我们和陈博士定期讨论一下 包括军事、科技、结合的情况 今天想探讨的话题 中国这几年都投放了不少资源 投放了电池轨道炮 但是消息又不是定期公开 断断续续有人继续帮他J 例如《南华早报》 最近也有说他们 其实已经有漸漸抛离美国的电池轨道炮的技术 就会出来 似乎暗示他们已经克服了一些 在美国之前无论是GE和BAE 这两间厂都克服不了问题 美国海军那边就已经把计划各自 就不是丢了的,是先各自 但有薪资金就可以继续去做 好了 为什么稍不提防哪一边商呢? 就看到日本突然今年就跳了出来 就说它直接在海军军舰上 都已经测试了轨道炮成功了 这件事还要是世界上第一宗在海上 去测试电池轨道炮的这个武器成功的案例 这个真是冷不提防 刮了《南华早报》里都不知道多少巴 那些什么情况 那么究竟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去讲 就是中国和日本呢 甚至乎美国呢 就是在那个电池轨道炮上面那个测试 究竟走到几远呢? 你说中国和日本究竟现在他们的技术 第一,有没有一个分野在这里 还有那个进度又差几远呢? 距离实战化的进程又有几远呢? 所以我们今天都会和陈博士一起聊天 就是看一下究竟现在呢 中国、日本和美国他们的进度去到哪里 还有其实这个技术的困难点在哪里 还有未来的发展又应该集中在哪里呢? 那这些所有技术的范围呢 我们今天都会和陈博士聊天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 帮忙免费订阅和like 包括我们的NHK军武器言 还有科学新知 我们两个台,请大家多多支持的 好,我们先和陈博士聊天 喂,陈博士你好 你好,Larry你好,大家好 是啊,喂,陈博士 我们都立刻进入这个话题 就是说到最近 我们先说到最近 就是说到日本 日本他们真是厉害的 他们自己做了一个电磁轨道炮 还要厉害到 真的是放在一个栏上发射的 我感觉是什么呢? 变形金刚第一集 那个Railgun 真的在船上发射的 当然整个感觉就没得比了 看上去变形金刚 那个功率十足 打到机械人都散开了 那么现在日本那个Railgun 那个发展的情况 其实它去到哪个step呢? 那么之后我们会再讨论 就是它和中国那个分别 那就是博士 现在日本那个Railgun 电磁轨道炮现在那个情况 发展到哪个地步呢? 那这里首先 讲交代一点点就是说 如果关于电磁弹射的那些基本原理呢? 其实我和Larry 在都好几个月之前 曾经做过一集的 当时我们就集中讨论 在那些比如说 在航空母船上面用的那些电磁弹射技术 也都有连到那些电磁轨道炮的那些基本原理 我们有讲的 所以我这次就真正那些原理的东西 我就不会花太长时间讲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回那一集 就是可以用 你会发觉呢? 原来只需要用回 是讲的是初中至高中程度的物理学 然后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很久之前 有一套日劇叫做《神探加利良》 那里面福山雅治很喜欢做的那个 这样的三只手指叉开的手势呢? 其实就是讲这个 最简单的电磁弹射原理的 就是在你能够摆得对这个电磁场的方向 和电磁的方向之后呢 你就能够为那个弹射物 就给一个加速给一个力量 把它扔出去的了 而且就是说 你给那个磁场越强 电磁越强呢 最后那个推进力就会越强 令到射出来的那件事就越强 这样 所以整件事的那个原理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电磁 电磁学的原理来的 那问题就是 当你牵涉到这么强的磁场 和电磁的时候呢 那一定有很多那些电机问题呢 就要考虑的 而最后就是 形成了很多 去发明这个电磁轨道炮的那些 技术难关就是这样而来的 那首先就由 Larry 你说的 日本的新闻开始讲起先了 其实我很想趁着这一节 给出一个讯息出来 大家去看这些电磁轨道炮的那些技术 就是怎样去比较哪个国家领先不领先呢 我们要懂得去留意哪些的数字 然后让大家去想一下 究竟 怎样才确定到 究竟是美国领先 中国领先 还是日本领先呢 大家要记住 每逢看这些新闻 捨得那个新闻 公布的那个国家 一定是很想趁着自己领先 但是你怎样能够去综合大家的数字 去比较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呢 希望给大家这个资讯 那这次日本这个轨道炮 有些数字可以说的 它整支东西 不知道你 Larry 记不记得 整支东西多大多长 它放在船上的轨道炮 它那支东西应该是 不过20mm的口径 就是很细致的 那么它长度就应该是单位数字的了 就是我不记得是6、7米还是多少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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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口径其实就 都不是20mm 它可以去到40mm的 它射那些 就是它射那粒子弹 出来是40mm左右 那么它整支炮本身 就6、7米那么长 那么它呢 能够将那个这样子弹 那个投射物呢 是去射到是有成音速的6.5倍 那么你计一计的数吧 就是每秒超过2公里 那这个数字听得很厉害 因为一般你说的那些 导弹啊 超音速的战机啊 你那些什么战斧巡航导弹的 都是可能每 都是3倍多的音速 那么现在它在说这支是6倍多的音速 那么它呢 就说呢 在射法射了百多一百二十发之后呢 都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准程度 那就是其实一百二十发 多还是不多呢 那其实就很不够的 但是现在还是试验阶段 而它射的那个投射物呢 大约是三百多克 就是说那一发炮弹 就是三百多克 就是四十毫米口径 那就可以射到百多发 然后射出来的那件事呢 就是去到音速的六、七倍 那射的距离呢 自然呢 都可以去到成二百公里算的了 甚至乎是二百多公里 这样都有的 就是那个范围可以去到 那么重要一点的信息就是说 它是放在船上做正式测试 这样的 那么日本他们的报道就宣称 世界上第一个正式 放在船上测试的轨道炮 那你就看到它认为 它最威的地方在这里了 如果你拿回中国大陆来给呢 它就说 它是成功测试了一个 更加耐用的轨道炮 但是它没有提到是放在哪里射 那就是不是放在船上呢 然后呢 也都有提到呢 可以射到一百二十发左右 都是能够比较稳定 然后呢 就是它能够射出就是音速的七倍 Mark 7 那暂时你看到中国的那个数字 就比到差不多 而预期就是说 它的轨道炮本身也都不会太大支了 都是可能以6至10米 差不多 但是呢 中国它也都公布得比较详细一些 就是说它在那种叫做令到轨道炮能够是更加耐用的 是下了功夫的 就从而令它可以射到百多发 都是可以比较稳定准确的 那另外一方面 那是不是代表着日本没有克服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又未必的 因为现在大约出来的效果就是 大家都可以射到百多发左右 而那个射速那个频率那里呢 那个参数又未是太多公布 估计来说呢 都是每秒几发 不是不是 每分钟可以做到 就是几发左右呢 也都不会说超过六和七这些数字的了 那就是在这里来说 中国和日本呢 那个数字你会发觉 都挺接近的 那又没有说哪个领先呢 那这个又交给大家去判断一下 哦 如果听陈博士这么说呢 其实中国和日本 会不会他们那个技术 那个后面那个想法 就是蓝图呢 其实很接近呢 所以他们那个科学 就是他们里面的发展 因为中国都得益于 就是我们说之前在德国那边 买的那些次元那些科技 那些持续列车 就是上海那一段 就是那些发展 跟着他现在又有这个电池弹射的那些技术 那日本本身的基本科学又很强 那也都呢 有和陈博士聊天 就是在那个电池技术上面 其实日本呢 往往都是一个领先 那个科技的领先者来的嘛 甚至有人是拿奖的嘛 那所以其实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挺叮当码头呢 就是现在的发展上面 有没有那些位置是 就是接近会定到一个分野 就是中国和日本那边呢 就是谁做到那样东西了 那他突然间呢 就会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那这里就由基本的因素来讲起 其实有一些数字呢 我尝试找但是没找到的 就是究竟他们做到多重呢 那些东西 还有就是他那个能源选耗的功率 能源选耗那里呢 日本就有给了一个数字出来的 他都是要去发射每一发的时候 他需要储存这个20个Megajoule 这样 然后他那个由电能转化 成为那个蛋头的动能 那个效能呢 大约是十几二十百分钟左右 那你问我的话呢 日本呢 一向如果有我们的经验上的直觉 就是他比较有能力 做到一些比较轻巧的东西 所以为什麽 他这次是可以能够率先 放在一个蓝艇上面发射 那你要想 放在蓝艇上面发射的意思 不是说纯粹 找一架船你搬一架东西上去射就算了 而是你已经确定得到 那个蓝艇本身 无论在那个供电 和在整个负载方面 已经是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从而他可以准备装备好 在那个蓝艇上面发射 那中国在这里给出来的资料 就比较缺的 而且在其他的 这些这样的繁系 和电机电子开发那里 大陆和日本比较起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个毛病 就是大陆做的 往往就是能源效益比较低的 那当然大陆他也都有他下去的努力 去放在怎么样能够令到那件事更加耐用 那比如在南华早报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的相关 中国发出来的那些英文的军事消息媒体那里 都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是解放军的海军工程学院里面的研究人员 他们是研究了一些什么方面的专门 来去帮助解决这个电池轨道炮的内容性问题呢 其中电池轨道炮最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 只是发到百多发 就好像之后不准了 出事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那个选号很大 一件这样的事情 在六七米那个的窗塘那里走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令到里面有损耗呢 这个损耗不是纯粹来自子弹 和那个窗塘在那里挂来挂去那种 就是那种摩擦损耗的 而是在那个那么高温 那么高电流的时候 产生出来的那个热量 是会令到里面的东西的变质 受到破坏 而且一件呢 已经加速到有成音速六七倍这么快的东西 它一由那个窗塘 去到那个出外面的环境的时候 跟那个空气大量摩擦 是会产生很强的plasma 就是那些叫做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呢 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先前讲导弹啊 讲那些太空那些东西呢 往往就是这些发射物的敌人来的 那些等离子体的腐蝕性很高的 它会令到那些材料是变质损耗 龜裂 什么都可以发生 你想想又要这么高温 又要有些等离子体 所以对于呢 现在在中国大陆 其中一个他的研究 发现了一个 我也觉得挺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 哦 发觉呢 是在一个窗管位 电磁轨道炮的窗管位那里 它有一块的绝缘体 是特别容易破坏的 那块绝缘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尝试隔绝一些 令到磁场不要乱地 流出一些不想流的地方 令到那个加速更加有效 另外就是那个 除了隔电之外 隔磁隔电之外 还是想隔热的 就是令到那个窗塘位那里 相对有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温度环境 也都保护周围的电机装置 那所以呢 那绝缘体能够是有效地去运作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往往发觉 射了八粒法之后 那些绝缘体开始裂了 裂成一片片碎片化 那中国大陆就是 其中它就是 就是刚才讲到的 那个海军工程学院 就是一些研究人员 花了一些心机 来尝试克服这个问题 就是说 可不可以是适当的位置 放一些冷却的装置呢 那我和Larry在节目前都有讨论过的 冷却装置不是纯粹你敷构冰 或者敷一些液态 在那里就算了 我们很多时候想 把那些东西冷却 放一些冷却在那里护住就算了 但是现在呢 在每一个国家去研究电磁轨道 怕面对最大问题的时候 不是说它没有冰 没有液态淡把那些东西降温 而是你怎样把整支枪去行温 那两个概念要很小心思考 你把那些东西降温 就是一直保持着它很冷 但是你突然间有些东西很热经过的时候 那件事本身就经历过很大的温差 那些热胀冷缩是不是很厉害 这些这么强的热胀冷缩的破坏力很大 所以你不想它有这样的破坏力的时候 你不单止要让那些东西冷却 而且还要让那些东西 尝试升温的时候 你都已经可以抽走这些能量 令它恒温 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温度 如果你放一个液态淡 零下200度 但是它突然间会升到600度 再降到零下200度 哇 这个热胀冷缩很厉害 那些东西很容易爆 最理想的就是你可以整个冷却的装置 令它不只是保持在零下200度 最好就是保持在室温 然后就是它有件事射的时候 想令它升温的时候 你这个冷却的装置 令它可以继续保持穩定地 在摄氏30度或者20度 这个就是最理想的行温冷却系统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發展一件這樣的東西 就一點都不容易的 這個無論是在中國、日本 和美國去開發這些電磁軌道炮技術的時候 都是非常頭痛的問題 現在我會這樣說 中國是不是叫領先呢? 如果暫時以數字論、數字來說 我看不到它所謂叫做給日本領先的地方住 它會不會其實這件事比日本更耐用 我不知道 或者它會不會已經發展了一套技術 就準備可以令到比起日本更耐用 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我比較懷疑 就是它那個輕巧程度 未必能夠上日本 那個內用程度也都可能現在暫時大家看到差不多 而日本好、中國好 它能不能夠說自己已經超越了美國呢? 這裏暫時還未知的 如果你說中國和日本的比較 就暫時來到這裏先 嗯 還有呢 之前也有和陳博士談開的 其實中國和日本都好 其實現在這種的技術 在美國眼中完全是煮飯仔那種的級數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美國呢 跟中國、日本現在發展著這個Railgun的技術 根本就不在同一個數量級裡面比較的 真的完全是怪物級的比較 所以你說美國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那個技術就停了在這裏 甚至乎會落後呢? 事實上呢 人家在玩就是一些太空級的科技 就是這樣說 而他們兩個呢 仍然在用一些實驗性的階段 做一些技術驗證 就是我們所說的 那可能很多事情 美國是經過了 不過他還要做得更遠 射得更大的炮彈等等 所以呢 都想問回陳博士 其實現在是不是中國和日本呢? 其實和美國的距離 第一 都仍然是有一個 不是普通的差距 而是一個等級的差距 第二 就是真的在那個物料科技上面呢 其實還要提升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就是這個武器才會好 還有呢 陳博士最後會和大家說 其實發展這個Railgun這個科技呢 其實是還差一個位 大家很少想到 而這個位呢 也是為什麼美國要發展到這個級別 這麼大 做到功力強 事實是他還要裝陷一個特別的位 是嗎? 是的 博士可以和我們都分享一下 這裏正式就說到了 將中國、日本和美國放在一起來比較 我這裏就說明 你會發覺就是美國和... 中國和日本是比較好比較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比較 擺起出來平衡比較 因為大家在做那支炮的能量級別 整個size 它射出來的東西的參數 大家是很相似的 最後就是大家誰能夠做得更加耐用 射得更加快 更加準確 就是那個分別在這裏 美國你會發覺是不在同一條賽道上的 美國很有趣的 如果講個數字 其實美國對上那個 它是不是完全停滯了 又不是 它只不過是海軍那裏再沒有新的撥款 來去再推進它那個軌道炮的研究 但是它從2021年做到那個軌道炮的水平去到哪裏呢 音速十倍 就是日本和中國是音速的六至七倍左右 美國是做過音速十倍 然後中國和日本做的東西的彈頭大約是幾百克那樣重 美國做的那個彈頭是三公斤 是比他們十倍那麼重 就是說它能夠 美國是曾經做那個射出來的速度 比中國和日本更加快 而且它的彈頭是比中國和日本 那個還要重很多的軌道炮的 所以 但是又可不可以說美國這些叫做絕對領先還是怎樣呢 我會覺得大家喜歡聽武器的東西就知道了 你可不可以拿一支超級導彈來和一支機關槍去比 然後就說一支導彈是先進到機關槍的 你又很難這麼說的 你會發現 日本和中國現在在做的事差不多級別 但是美國在做的事是另外一個級別 它的發射物是重十倍 它出來的發射物也是更加快的 然後 美國海軍要求出來的參數就是什麼呢 每分鐘要射到六發 再多一些很難做 因為你射完一發它要散熱 要回電 就是無論你的電能不能夠重新 充滿了在那個軌道炮那裡也好 以及整個槍管冷不冷卻得切都好 那些電池能不能夠退光也好 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它希望能夠做到每分鐘有六發 然後它還希望能夠做到 整支炮可以用到射三千發 剛才無論中國和日本都在說射一百二十發 美國的海軍要求做到三千發 美國自己也沒有做到的 這個這樣的數字 然後它希望能夠做到 那支軌道炮可以做到很便宜 可能一發只做到一千美金左右 這樣 然後它那個運作的溫度就沒有超過涉事八百度 還有呢 也要能夠克服剛才 中國很自力去解決那個槍管位的等離子體問題 那一系列的東西 那你會發覺美國做的是比較重量級巨無霸的軌道炮來的 就跟中國和日本那些不相似 所以你也不要想像美國已經很準備好 將它放在一個艦艇上發射 那好了 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美國要做大的呢? 不是做小的呢? 不是做中國和日本那隻的呢? 美國在考慮做這些的時候 它有它的一套想法就是什麼呢? 我做了出來是用來做什麼呢? 我要是這麼快的 如果慢的話不要緊 它有個guiding system 是自己懂得去找目標炸過去的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巡航導彈 或者你甚至乎在現在的烏克蘭戰場看到那些javelin那些東西 它知道東西不用很快的 比音速快可能兩倍或者三倍 然後就可以轉彎抹角很容易變軌 然後懂得自己搜尋目標去炸過去 那這些可以有自我去找尋目標的東西 就不需要很快 你做得很快的 你當然是希望見到馬上打中 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又想回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立刻想起一件事 我們幾個星期前做過的 激光武器 其實激光武器就是一種你一看到一打 可以馬上打中的東西 因為是走光速的 是不是? 那麼現在呢 電磁軌道炮就有些曖昧了 它的速度快 是比普通的巡航導彈快 但是它又不夠光速快 OK? 那麼它可不可以做得準呢? 那就視乎你能不能夠擺到那些自我導航系統 OK? 你一樣可以像激光武器那樣 預先和你搜尋目標 然後射過去 基本上你那邊找到那邊射光速 OK? 基本上你給它瞄準就沒有東西避到的了 但是如果這種軌道炮就比較尷尬了 快又不夠光速這麼快 遠遠不夠光速這麼快 射程也有限 其實跟激光武器一樣 都是只有100 即是 它可以比激光武器長一點 因為它可以去到百幾二百公里 激光武器就可能是幾十至百多公里 OK? 那麼你就會想 我可不可以在那些軌道炮的彈頭上面 加一個搜尋目標的那些巡航系統在那裡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那件事有重量的 那件事做輕極都有成兩三公斤那麼重 那麼這個數字就決定了 為什麼美國去做軌道炮的時候 是要做一些可以負載到兩三公斤以上的彈頭的那些軌道炮 中國和日本去做的那些只能夠射三百多克的那些東西 上面一定不可以放那些 self-guiding system在上面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美國在做的事情和中國和日本在做的事情 似乎是兩碼事 很難 就是我不會說 究竟哪個領先多一些我留給大家想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不可以很直接比較的那一回事 那麼同樣就是 大家一定會遇到那些物理問題就是 那個損耗會很大 你用什麼物料可以適合去抵抗這麼大的磁場 電場和那個溫度呢? 還有就是你能不能夠設計到一個好的冷卻系統呢? 所以你問我整個那些如果是那些電磁軌道炮的技術 你怎樣能夠可以和這些激光武器 或者是巡航系統並駕齊區有同等的震懾力呢? 我自己就會這樣看的 首先你的內容程度要做得夠高 你的能量損耗要做得足夠低 然後就是說最好有那個自我去找尋目標的系統 能夠輔助在上面 它就成為一個真的有震懾力的一個武器了 現在呢就朝著這個目標進發 但是我會說中國、美國、日本 都是未達到這個目標的 所以如果我們那個揭示呢 陳博士這樣跟我說呢 就是說現在這個電磁軌道炮 如果那個科技要做一個突破呢 可不可以簡單總結 就是其實中國、美國或者日本 是朝著哪個方向走呢? 你看到中國和日本就一定是 做一些比較輕盈 放在藍艇上面的武器 可能那個目標就是一些艦對艦的攻擊 或者是由艦對天空飛機的攻擊 而且那個範圍都是在一個 就是以百多二百公里的那種範圍 是向著這個目標發展 而美國呢它似乎做這個電磁彈射呢 它是希望能夠呢 預留了一個空間 是去加一個自我導航的系統 來去做一個更精準的打擊 所以我會說 一旦如果做得到呢 毫無疑問 美國那個的震懾力厲害很多的 但是會不會 我們現在就說 不要要求那些這麼高的準程度先 就純粹我能夠做一支可以work的東西 放在那個藍艇上面 去做一些比較能夠 可以就是 做到一個打擊力可以比激光更加強 但是準程度沒有激光更高 於是乎也都是有這麼大的震懾力 就是相對來說 震懾力是比較低一個層次的 你會發覺中國和日本在做的事就是在這個層次上 所以我們都觀察到 美國發展的電磁軌道派 大家就不要當它純粹是一個武器去看 其實是一個思維 它在後面想做些什麼呢 這個反而是大家值得深思的 這裏我再說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集中在這三個國家 但是不要忘記俄羅斯、印度 都有他們的電磁軌道派的技術 是的 好 所以就好像我們所說 全世界都有很多國家發展 但是它背後的思維 就是說究竟怎樣去成為一個系統式的作戰 還有後面那個接下來的後續的發展怎麼做呢 似乎現在看上去都是美國的 就是它後面那個電磁軌道炮 它整套的思想 怎樣將它一步一步的不同階段的發展 都是比較原備的 其他國家都是追趕多 所以呢 大家如果接下來再看到 包括中國、日本發展 那個電磁軌道炮 就不要被標題嚇倒了 什麼世界第一 你最先進 其實在後面呢 我們今天已經跟大家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每個國家的發展 它的優勢 它的限制在哪裡 其實呢 今天陳博士這麼說呢 就算是中國、美國、日本 或者你說是印度、俄羅斯 也好 一定是還有很大的樽頸位頂著的 就是哪個國家的科學技術 可能我們講到物料的科技 可能我們講到後面一些 突然間一些思維的轉變 令到那個技術突破呢 那麼我們軍工開幕 繼續為大家去看著 就是現在那個最新的技術發展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都再次提醒大家 記得免費like 和訂閱 包括我們NHK的軍路器言 和科學新知 我們兩個頻道 好 那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麻煩一下陳博士先 好 那我們就在下一節的軍工開幕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